剧集《攻心记》二声《攻记》 剧组早前去到横店取景 不知不觉拍摄已经接近尾声 虽然一众演员连日来一直忙于拍摄 但他们都趁着拍剧空档 就在一起放松一下 好像这天马俊伟 陈伟 李美慧 陈志健 黄德森 朱慧玲等就一起打羽毛球 马仔和伟哥这对拍档不止在戏内很合拍 一起上阵打球也一样默契十足 他是我没想到的 没有 没有想到他会打 因为他拿起拍 然后他打球的那种手感 我觉得是会打球的吧 不会啊 原来他是打乒乓球的 原来 因为这么长那个 那个拍 球拍 我是比较 那个距离感是没有什么距离感 所以就没有打得很好 但是乒乓球 像这个一起玩 可以啊 因为其实羽毛球跟乒乓球 都是属于小球类嘛 对 所以我觉得 他的概念上是有点上市 嗯 而且原来他学乒乓球 我在打羽毛球之前 我是学乒乓球的 哦 我 我以前的教练 是许舒红 一个非常有名的女教练 我也跟他学了两年了 就直接学到那个反手拉球 反拉以后都没有再学 我的教练也不错啊 陈展鹏 哇 厉害哦 因为十几年前已经 香港队 对 因为来这边有拍戏 然后也是在这个场馆里面 我们也是无聊嘛 没事做就来打打球 然后他也教我很多那个手法 那个车什么的 都很开心 其实马仔和伟哥真的很有默契 而且两位都是厨艺高手 这次在恒店拍摄期间 他们也有录两手为劳一种演员 如果他们双剑合璧 主持影视节目 相信观众也会很期待啊 随便就开一个节目让我们俩 应该好像 这样子的好像不多哦 这样开一个就是 没试过 啊 饮食节目 是大家都一起煮的 对 或者是同一道菜 他煮跟我煮什么差别呢 有什么不同的啊 对 就是我们要定同一道菜 对可以啊 就每一集我们都比赛 好啊 好不好 每天比 这现在是我们 我们我们话事吗 哈哈 我们说什么开怎么开 对啊 你做的就是啊 Sandy姐 就 是这样吧 就这样吧 哈哈哈 我觉得挺好玩的 收视率应该挺高的 一众演员一起拍剧之余 还可以一起 预工作与娱乐 所以他们也觉得 机会难得啊 其实我蛮喜欢 就是 出出去拍戏的 因为出去拍戏 除了说是 呃 在戏里面有交流以外 其实我们 客厦的时候都会 一起去打羽毛球啊 然后一起去吃饭啊 一起去喝下午茶 然后我们的公主啊 和皇上啊 都会带我们一起去吃好吃的 非常开心 人家经常说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 对 小伯们吃饭啊 韦哥也经常想我们吃饭啊 千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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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们越来越岁了 对 最重要的就是问一下 你觉得你们觉得韦哥怎样呢 他在看你们 哇 很漂亮啊 很漂亮啊 又漂亮啊 演得很好啊 漂亮是最重要的 心里也要好 真的 是天仙下阀吗 对 做菜给你们吃 做菜 好吃 真的还没有 因为他很忙 因为他比较 每一天 对 另一边 谢雪欣 康华和张文慈等就来到拍摄的最后一天 由于正值当地美雨季节 几乎每天都会下雨 令拍摄遇到阻碍 一众演员穿着古装戏服也要特别小心 而且拍摄过程中也遇到了不少难题呢 其实我知道你们整个过程也蛮辛苦的 当然因为那个时间比较长 比较长 对 然后其实我那个那个逃脱 逃脱 我的要脱下来的时间 我不可能用那个酒精 因为酒精那拉得我很痛 第一天 第一天啊 我把它脱出来 哎呀 这个这个已经红了 红还要高起来 哎呦 高起来 整了是不是 对啊 那我很急了 现在才第一天怎么办 很烫 哇 后来他们很好 买不用酒精 买一个比较温和一点的 专门给我下卸妆用的 还有网后还有讨一个敏感的药 要高 这样子我每一次都很担心 哎呀 又红出来了 然后他们跟我轻轻的一碰很痛很痛这样子 所以你们看不到我这个我真的就是这样子 三位演员除了忙着拍剧之外还经常一起四处搜罗美食 现在拍摄告一段落所以他们也觉得很舍不得啊 那其实我们在这里待拍戏其实很高兴的 其实生活很愉快 拍戏也很好 只是有的时候天气会下雨的时候 我们需要改一下通告 然后有的时候会等的时间比较长一些 但是其他的日子我们除了拍戏之外 在一起生活 然后在一起去吃饭啊 去其他的娱乐的时候 其实蛮开心的 我觉得这个月好像发生了很多事情 今天是最后一场戏 今天有开心有兴奋 但是有不舍的代价 通常都是这种 生功绩 生功绩都是很有功绩的嘛 心理功绩 我们想的刚刚开始的时候很担心 这么一堆女人在一起 肯定很多是非或者很多烦的事情 真的没想到很意外收获 我们这几个女生在一起的时候 真的是真心的好 这次可以和几位美女合作 张慧宜也说很开心认识这帮好姐妹 她还透露回到香港后会立刻投入新工作 因为这位24小妈妈希望可以快点完成工作 放假陪下宝贝儿子啊 回去可能有一两天休息的时间 然后紧接着下一部戏呢就开工了 可是儿子的儿子不用陪她吗 为什么我要这么紧张开工呢 因为我计划中呢就7月中旬吧 因为她开始放暑假了 然后7月中旬我想回去跟她放一个假吧 所以就把工作呢排在现在紧密一些 然后当我7月中旬我就可以放假 就可以陪伴她这样 她应该蛮想念你了 她应该也会想念我 但是我更想念她 我非常想念她 想念到她不行了 经常看她的照片啊 然后她给我的微信留言啊 然后呢我经常重播重播重播 自己播来听太想她了 有没有跟她视频 有有有经常有 然后我老跟她说 妈妈可想你了 对呀 很快就拍完就可以见她了 对呀很期待很期待 我说一回家看见她 我觉得第一件事已经会拥抱着她 我说我们两个老黏着了 不分开连体硬了这样 每天都是你们当机团的 不帮着